C.Value的话会触发哪一个呢 基本上会去跑到这个里面有一个 实际上就是C C实际上就是界面 我里面有个界面物件 由它去return一个V回来 那return回来之后的话 我们里面的值是50 所以return回来之后的话 就会取得一个值为多少 其实就从这边return嘛 那里面的值是50 那就把这个值50 return回来 所以最后执行起来 答案多少 就是50 OK 那这一题重点就是说界面 不是implements 而是用什么 用这个方式去建立 匿名内部类别的物件 这个方法比较特殊 跟之前我们用implements 是不太一样的 OK 会有这种方式去实做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话 如何取得这个iValue的界面物件的这个部分 OK 那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这个画面的话 我等一下把它传上 我喜欢这种方式